再来看到富里乡的明里大桥 因为地震台风的侵袭影响受损 桥面塌陷无法通行 而县府争取经费改建 那么为了民众方便通行 先施做钢便道而进度超前完工 在今天下午县府移交给乡公所管理的同时 也正式开放通行 不少民众纷纷到场抢头乡 开心通行 击败感谢病人放鞭炮 众所期待的明里大桥刚便道 今天下午终于开放通行 民众早已迫不及待要抢头乡通过 我第一个哦 等很久了吗 等待这个通车 对啊 很久了耶 不然绕一千张 太远了 布里乡明里大桥因地震台风侵袭受损 桥面呈现 县政府在去年九月起封闭禁止通行 却也使得副理明里 以及卓西乡轮天石坪与古风区域 农产运输上班就学交通大受冲击 如今钢便桥完工开放通行 明里村长黄瑞腾表示 寻田水稻收割也就方便多了 绝对很好 因为在很方便 闹这么远那边山下很危险 你人都不敢开哦 山下的路啊 这样子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 对啊 差不多20分有哦 对 从这边啊 对啊 差了40分 那这边呢 如果走这里的话 就近了5分钟 明里大桥首天灾破坏成为围桥 影响民众交通安全 以及便利盛据 地方所会也积极争取便到暂时替代 县政府全力支持 如其完工通行 地方也万分感激 那这条路大家都知道 这个非常重要 就是明里到复里之间 这条路 每天的几乎很多人在行驶 尤其农忙期间 也非常多的车辆在行驶 那还是谢谢我们县长 还有中央单位 还有我们县长 努力之下 能够今天能够顺利的来通行 只是在这边特别有提醒 因为我们这个是 还是属于变道的一个 一个铁变道的一个性质 如果万一有下大雨 或者是有这个天然灾害 的一个通报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做 这个 做一个封闭管制的一个措施 尤其在夜间的话 我们就不建议 夜间的话 我们比较不建议 我们那个乡亲来通过 由于明里大桥 钢变道为战时性交通变道 在确保道路安全品质之外 乡长江东城 也进一步呼吁乡亲民众 行进钢变道时 能小心慢行 配合并遵守相关规定 才能确保新的安全 记者11月蓝复理箱采访报道 明里大桥 terrace 因为 大桥